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对产业的变动 搭上科技浪潮后 人才该如何培育 以达到人机协作呢 享受科技的便利 别忘了思考 如何保障使用者权益 经济创新与环境永续发展 要如何平衡 科学技术可以提供哪些解法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勺子的压力下 数位医疗是未来趋势 台湾如何超前部署 保障国民健康 这是19位公民的想法 那你的呢 快到台湾普拉斯 留下你期待的科技未来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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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